现在是十月末了 蘑菇还剩点 正好昨天刚下完雨 今天早上还离拉下点雨 我就心的吧 早点来 因为人家都说 早上起来采蘑菇 就露水啊 有雾啊 能好一点 而且人不那么多 可是呢 你们看 这么多车 我跟你说 白天天贼好贼好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车 这边有溜的地方 没有这么多车 也没有这么多人去溜的 可是你们看天 这乌云就在我头顶上 这帮人真的 哎呀 又来财富而故 很勤劳啊 心病狂 我觉得这些车 不够你描述这几个字 再来 再来一点 丧心病狂 这条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附近 因为这块采蘑菇比较好一些 安全一些 没有那么多杂树杂草什么的 这就是鬼头伞 现在是年轻的时候 黑了底下边都开了 这种会会张开这个 这可以吃 还有就是有一个跟它长得非常像有毒的 你看这上面带那个斑点 是那个非常深的颜色的那种斑点的 那种叫那个喜鹊 墨囊 那个就有毒 所以看这种就比较干净全是白色的这种就可以了 来你说的斑点那个呢 不是比这个要省 跟喜鹊的花纹一样 黑白特别明显那种 前两天我们家溜了一圈去森林里啊 然后踩了五六个这个这叫鬼头伞 然后想一想五六个也不够一盘啊 就放哪儿放第二天以后发现就变成这种黑色花 我就觉得哎呦妈呀特别害怕 我就赶紧给它扔了 哎呦 这个魔鬼好恶心的 这都黑了这都老了说明 全是落叶了也不好找 这块落叶没那么多 苔藓还是很厚很松软 现在咱们回家了 没有蘑菇就没有蘑菇了 多没耐心 以前我们每年来这边 采蘑菇的时候 是保着保着能采很多蘑菇 但是今年我发现我们去哪儿 哪儿都没有蘑菇 捡漏我都捡不着 真的好难找过 尤其在森林里面 我就看这个落叶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光线 不是那么充足很暗 我就觉得我有点迷糊 妈妈 德国人现在越来越轻开了 轻开好 啥啥都没有啊 这会儿能干上点 大老爷开车过来 提个篮子 啥也没得到 我们撤 打算去下一个地点 就是也是我们经常去采蘑菇的地方 现在我们去那儿吧 看看那块也是有牛肝菌 他说那边真蘑菇比较多 看看吧 有没有我们的份 能不能解漏吧 德国人认识牛肝菌的多 但是认识其他蘑菇的就很少了 他们会有一本书 是但是他们牛肝菌是最好辨认的嘛 你一问他们 他们都说我就是认识这个呀 所以只要你淡得比牛肝菌多出一个 你就做了 你就能抢神的 也别说这上运行 咱们都是早上起来 开了几十公里 太疼了 在门 无功而返 外面下雨了 越来越大了 可是你们看啊 旁边这么多车 没一个人 他们人呢 怀疆了 那我就猜他们 现在都把粗糙进都拿了 那我给送个肥皂 我的天哪 来把你的天然遇报找出来 德国人认识 你怎么框我的 告诉我小毛毛雨啊 看看 看看这个雨 这么大 冰 还有冰 还有冰 冰宝 冰宝 这咋是麻麻雨啊 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个马上就过去了 看看 有些还有四五分钟 这一波就不过去 他不过去咋想啊 他不过去 他就一直下摆 那么多人在那儿 挖着急 那你怕什么 我们又开始走了 蓝天出来喽 还是有一点毛毛雨 这是什么蘑菇 好大个啊 这个角度不太好 它真的有手掌大 说好多种魔物 那就是不认识 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秋天落叶景色很漂亮 配这个绿 真好看 还有点阳光透进来 这边的水很清澈呀 这真的好漂亮 我要下水了 我要下水了 以后再不听话 我又有脾气的这样 刚才我听到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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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 我发现在森林里总能听到奇怪的声 基本上咱是找不到啥了 对 今年咱这个采蘑菇就这么地吧 十八 早早的起来就来了 还碰上下个大雨 还下个冰雹 结果 还下一个小猫 筐是空的 心也是凉的 在晚上走 我们就要出这个森林了 我们今年是赶早赶晚 都没有挖到蘑菇 只能期待明年了 明年再挖吧 现在我们就回家了 拜拜